索隆身世曝光 他的左眼师名并非偶然 随着漫画剧情更新 草帽团大部分成员的身世都已经揭晓了 其中就包括索隆 他是何之国双岳家族的人 几十年前 双岳耿三郎带着领导与一伙人 逃离何之国来到了东海 成立名为双岳村的村庄 而索隆正是双岳耿三郎的后人 所以才会和之国的方言并对剑术如此之长 而索隆左眼师名也并非偶然 在漫画《1023》中 从报五郎老大与何宋的谈话中可以得知 索隆的先祖双岳龙马与索隆一样 都是一名独眼武士 而两年修行期间 索隆是在鹰眼的古堡外修炼剑术 那里除了鹰眼外就只有一群沸沸 并且索隆在将鹰眼拜师前 就已经干掉了全部的沸沸 换句话说 整个岛屿除了鹰眼外 没人伤得了索隆 而鹰眼身为索隆的师父 自然不会伤害索隆 哪怕是在日常决斗中也会把握 分寸 索隆为了获取更强的力量 所付出的一点代价 就像他在罗格镇为了收服 妖刀三代鬼车 不惜用胳膊与罗对拼 就像官方解释的 在向鹰眼学习的两年中 索隆确实失去了一只眼睛 只为获得更强的力量 更好地认清自我 认清世界